結果你對許小欣 卻要採取的是對一個箱 色頭箱的圖書館使用者要去提告 他本來說 我是被國發會的IP攻擊 後來被爆出來 這個是來自彰化縣 色頭箱圖書館的公眾電腦 後來也知道這個網友 他就說我要去告這個網友 違反圖書館使用原則 這個非常荒謬 違反圖書館使用原則 沒有刑事責任 要告我說現在現實務上面 就是誹謗或者是公然 侮辱才有刑者 檢警才會去查 對 這個案子他 我看討論上面是說 他去質疑1450 對於他的一些價值 許小欣身上的一些價值的質疑 這個是理論上面 不會有這種檢警要去查的問題 我看黃志賢 應該至少跟許小欣同一個立場 黃志賢今天講什麼 跟許小欣同樣立場的人 都看不下去 他說他這個發文 這個鄉公所裡面的圖書館的 這個網友 他的發文沒有涉及人身攻擊 你就把人家講說成網軍 他說這個是走回戒嚴嗎 你看同一個陣營 同樣顏色 他總是青藍媒體人 深藍媒體人 深藍媒體人都去講 許小欣你這樣子去告一個 在圖書館上網的網友 說他違反圖書館使用的規則 然後要去告人家 這個是走回戒嚴 這是非常荒謬的 連深藍的看不下去 這個是荒謬的 那許小欣公布的這個錄音 結段的錄音 他就變稱說當媒體去問他 他說因為他獲得的授權 就是那三十幾秒 對一分多重 他只獲得三十幾秒 能誰能夠授權呢 我們一般的私下的對錄 私領域的這個講話 能夠錄音的 能夠授權公布 就是我們兩個 譬如說我跟教授講話 然後我們講完話之後 這個錄音呢 我們兩個才有權去公布 因為是私底下 對哦 他們那所以許小欣說 我取得授權 我合法授權只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目前 羈押禁見的大姑 一個目前羈押禁見的杜秉承 也就是姐夫 只有這兩個可以授權 許小欣如何接觸到 羈押禁見的被告 這個是為什麼我說 這個是打炸的破口 羈押禁見什麼意思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羈押禁見是我要避免 他有竄政滅政逃亡的問題 所以我不讓其他人接觸他 查出來他的律師 他的家人也接觸不了 任何人都接觸不了 羈押禁見的被告 目前許小欣的大姑跟姐夫 就是羈押禁見的詐騙嫌犯 沒有許小欣是接觸不到他的 但是他居然可以取得 他們的授權 去播部分的錄音 那律師可不可以幫他們授權 跟許小欣說 他那會有泄密的問題 我下一段要講泄密的問題 為什麼周刊去講到說 林雨倫在偵查中 他還是努力要幫這個劉相姐 也就是許小欣的大姑去洗白 他還去講說 這個大姑是被破的 他他被姐夫這個有點像脅迫 才因此配合 他提到說有這個錄音檔 偵查中所講的話 叫做偵查秘密 偵查的秘密 居然會被外傳 是誰傳出去 傳到後來是許小欣 可以拿到錄音檔 拿去播 然後幫祖賢 就是大姑去做洗白 幫他做脫罪 這是一個 我說這個是一個案外案 本來是一個詐騙跟洗錢的案子 因為在偵查中的討論 裡面有關於相關的證物被洩漏出去 他會變成另外一個洩密罪 大家如果有注意 最近這一段期間的社會新聞 有很多詐騙的案子 你看到為什麼好幾個律師被收押 禁見 律師 因為律師 詐騙嫌犯 但祖賢通常是比較有錢的 他的下游不管是車手啦 或者是帳戶 他們被抓的時候 被逮的時候 祖賢會幫他們聘律師 聘了律師之後 他們進去裡面掌握了相關的資訊 偵查中的秘密 洩漏給祖賢 讓他去湮滅證據 讓他去射防火牆 因此有好幾個律師 目前被收押禁見 這個案子 我讓我聞到這樣的味道 為什麼偵查中的秘密 會說有一個錄音檔 會被在偵查庭裡面的東西傳出來 而最後的結論是 徐曉欣藉著他公眾人物的身份 拿出一個剪輯過的錄音 去幫忙洗白 去講說全部都是杜秉承 都是這個姐夫的問題 這個大姑是被破的 他是被威脅的 這樣的做法 就是打炸的破口 因為偵查裡面的秘密就被傳出來 而這個洩密的過程 我認為北檢要嚴格的去查查 到底是誰把這個偵查中的秘密 洩漏出來 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像林宇倫的妻子 我看昨天因為所謂的羅律師 也就是說都更協會裡面有 劉彥禮當理事長 也就是徐曉欣的先生 裡面有個理事羅律師 這個律師昨天發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裡面他就講到說 我後來沒有辦這個案子 沒有辦這個案子 那之前有兩次的不起訴 那個兩次不起訴 幫劉相傑跟林宇倫的部分 他有處理 那這個案子他沒有 就是去年他有處理 去年他有 那個聲明是這樣 那個聲明我要這樣講 他其實後來在林宇倫的太太 昨天在傍晚周刊就把他報出來 他直接回籍 他拿出一個截圖 我說截圖殺傷力很大 北檢要看清楚啊 那個截圖是他三月二十八號是今年 三月二十八號 他那個律師在處理的是說 哪些律師要簽違認狀才能見到裡面的相關的被告 這是什麼事情 這個羅律師是掌握這個案子的嘛 他知道這件事情嘛 他不是跟他就算沒有接受林宇倫的違認 他在這裡面的角色 透過這個截圖看得出來 他在裡面有一個主導 或者是我在分配律師的這個角度 為什麼林宇倫的太太會質疑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擔心林宇倫被賣掉嘛 我今天如果被要求林宇倫去改口供或者是認罪 他的相關的偵查秘密 你看林宇倫光是偵查中講到一個錄音檔 都會被外傳到後來變成徐曉星 可以拿出來做操作 這代表在偵查裡面有人洩密 那到底是誰洩密 要查清楚 而這樣的一個聲明書 我要這樣講 林宇倫的妻子昨天拿出這個截圖之後 我沒看到下一步的回應 我沒看到下一步說不管是律師的回應 或許巧欣的婆婆 還有下一步的回應 那個林宇倫的妻子還拿出一個錄音檔 長達二十幾分鐘 都是他婆婆在跟他有點像是訴苦 但是在保證同一陣線的錄音 所以這個人家林宇倫的太太 其實是有備而來 如果你要在上面持續的說謊 其實會陸續有資料拿出來 那我最後還是要奉勸北檢 就是說北檢在應該說全國檢察署 目前打詐是首要任務 因為很多人被詐騙 打詐是首要任務 但是打詐的過程裡面 你看像這個徐曉欣的大姑的這個案子 不斷會有偵查中的討論的東西 檔案的東西會被拿出來用 這種不斷的泄密會影響到 檢警掉在打詐跟執法上面的社會信任 所以要該分案就要分案 要查泄密就要查泄密 最後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你看徐曉欣 他開始設防火牆 他一開始是說 如果我設案我就辭職 到後來好像已經變成判刑 但是已經很嚴格的跑到後面程度去了 那到時候他會去講說 為什麼涉案 涉案其實很廣義 關係的也是涉案 他在裡面有相關金流 如果起訴書 對於他大姑跟他姐夫的起訴書 有載到相關的金流 也算涉案 他現在開始劃 開始劃線 我要到後面判刑 才辭職 這樣的標準講不過去 不過從我涉案就辭職 到現在徐曉欣改口 如果我被判刑就辭職 就請教這個學委 其實也有這個親律的律師 比方向林志勳 他就認為說 對 徐曉欣現在是業力爆發 但是其實他離涉案 還有一段距離 是這樣嗎 還是現在出來的這些訊息 其實對徐曉欣很不利 尤其徐曉欣看起來他很在意 這個一家三口碎一坪大房間這件事情 而且現在被報了 他有這個家裡還有地下室 他就哽咽了 又換成另外一種站訪 然後說他們家原來還有二樓 二樓你總能來去自如吧 然後他也哽咽說 從小養尊處有的你們這些人 憑什麼對我這種基層慢慢往上爬的人 指手畫腳的 然後還講說 我從小就期待階級翻身 我是這樣的一個早餐店的小女孩 竟然被你們這樣霸凌 我們現在到底是誰在霸凌誰 你怎麼看 我說許小欣本來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我那天就講過了對不對 那你今天說你從小就攀望階級翻身 確實也讓你翻身對不對 包括你的包包啦 你的電子琴艾都全部都二手了 我就跟你講說你如果一開始定調說 我從小就是做資源 回收兼賣早餐 對不對 那我的家裡是苦過來的 對 那你今天哪有這麼多事情 可是許小欣從一開始就做錯了 你知道嗎 他一直一開始的方向是怎樣 我每次都要另辟戰場 對不對 你今天質疑我什麼 對不對 我回擊之後我再另辟另外一個戰場 可是他會發現說這個戰場好像拉不回來 因為每個戰場都會牽到 他的主旋律上面嘛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說 你開了那麼多戰場 反而煙消味會越濃 你越白越不清楚 對不對 你看他之前說 如果有涉案就辭職 現在馬上改口 如果被判刑就辭職 判刑跟涉案差很遠 你知道嗎 差很遠對不對 這判刑不是只要一省二省三省上 不知道拖了幾年對不對 而且涉案是怎樣 你只要稍稍有什麼金流 關梭或什麼東西的話 在裡面的話 我們還講說有共犯 有幫助犯一大堆 這個嫌疑只要有嫌疑在裡面 你就叫涉案嘛 所以你看他現在拉得那麼長 告訴你幹什麼 我要開始退手啊 對不對 不能再往前衝 再往前衝的話 這很容易就出事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其實你看徐曉筍從一開始 就一直講錯很多東西 他說他跟大姑不熟 很久沒有聯絡 馬上被打臉 對不對 人家就很多資料就拿出來 對不對 那你說我哥不認識林餘倫 那真的是你完全不認識嗎 現在不是人家講說 你那選舉的時候 你那個賴打小組的資料 是誰提供 我說我不知道喔 那些人提供給我的 我不會去問 我昨天講嘛 那人家提供給你資料 你不用去求證嗎 對啊 你不用問就直接爆料喔 對啊 那你直接跟誰求證 當然是爆料者求證嘛 你沒有看到爆料者 你這個料你敢爆 對不對 剛才為什麼那個 徐曉筍他婆婆一直要幫 劉項潔拚無罪 你知道嗎 這個重點就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想到 劉項潔他弟弟是誰 劉燕磊對不對 劉燕磊現在在哪裡工作 台北市政府 嚴考會主委對不對 他為什麼一直要把劉項潔撈出來 很簡單嘛 就減少劉燕磊在政治上的傷害嘛 對不對 而且是台中市政府 嚴考會主委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長是誰 盧秀燕 現在被視為二零二八 國民黨的希望啊 對 所以你這樣人要把劉項潔撈出來嘛 再不撈出來 如果連月磊卡在這裡面的話 問題是不是很大 好那我現在就講 現在再講回來 許曉心不是配得很清楚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金流的問題 就像我們那個新婆婆講 那個什麼新婆婆 蔣欣慈的角色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金流 你借兩千萬給杜秉辰跟劉項潔 對 你是不是共犯關係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好像去年就知道 他們在幹這些不法勾當了 所以你如果以後投機取巧 事情不要做 那你拿兩千塊支柱他們 兩千萬為什麼 兩千萬給他們到底幹嘛 所以我們之前是質疑說 是不是在擴大營業 或者詐騙更多人 你為什麼還給他兩千萬 對 剪光 剪掉曝光的時間點 是那個時候剛好這家詐騙公司 要擴大營業 對 好 那接下來一點二就是說 週刊報林漁倫那個 加請律師有沒有 是主導案件 對啊 我剛才講過了 你今天還假好意幫林漁倫請律師 請了律師之後 律見的所有結果都不告訴林漁 對 對不對 也不告訴林漁倫 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對 是不是這個問題就很大 第三個 對不對 與林漁對話 找之女兒投機取巧 在洗錢對不對 那後來 我那天也質疑 徐曉青 你後來不是跟你老公 又給鄭宇婆婆一百萬 這一百萬的用意在哪裡 對 是還律師費 還是說你接下來 有什麼什麼什麼 不可告人的事情在裡面 對 那我是覺得說好 徐曉青 你現在撇得清清楚楚 當然你現在離涉案還有段距離 我也相信你到目前為止沒有涉案證據 可是依照你這個 徐曉青的聰明才智 看起來你這麼容易被利用嗎 對不對 你幫人家開記者會講那麼多事情 你沒有把事情全貌弄清楚的話 你就出來什麼錄音檔 什麼記者會 什麼大家都沒事 像百分之百相信你老公 真的有可能嗎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許曉青今天的退讓 從涉案到判刑 我覺得這中間 真的會有很多貓膩存在